大陸舉辦第十年流行音樂年度盛典 末未拿下最大獎 年度最佳專輯 王欣凌奪下最佳女歌手獎 都快忘了怎樣也一個愛 我被虛毒了的青春也許還能放過來 這場音樂饗宴 蔡健雅叮噹統統榜上有名 大陸超紅的網路歌手 馮提莫也獲得大陸年度熱門單曲獎 但最大贏家還是情歌王子王力宏 說到二十年 拿下最受歡迎男歌手一共三項大獎 王力宏開玩笑的說連自己都不相信 大家現在受歡迎都是流量的 流量明星 你是流量明星啊 沒有沒有我是實力朋友 大聰一出道堅持創作自己喜歡的音樂 王力宏熬出個人風格 最近還接棒周杰倫工作 擔任大陸歌唱節目的導師 六月八號九號在台北小巨蛋 會有神面嘉賓啊 但是如果透露就不神面了 努力耕耘兩岸演藝事業 號稱大陸第二主場外交 亞洲文明對話大會 也特地邀請他壓軸演出 接下來即將展開二零一九年巡迴演唱會 王力宏喜歡唱歌 更愛演電影的他 還要挑戰編劇倒戲 要給歌迷不同面向的自己 三零新聞任一方林明達 北京採訪報導